给大家看我这个磁铁,这磁铁是吸力超强的 这磁力超强啊 不要吸板筋的话大家拔不下了 这边了 车子没动啊,车子停着啊,熄火了啊 手划车车拉着了 这是车门啊 这段路真的不好走,好窄 太窄了这里 希望标对面有来车,后面就 过不了 大家好像到了那个白沙陨石坑 你看那个招牌里面已经到最高点了 但是问题是我问了几个人走上去 说什么都看不到,就是原始森林 你们看得出来有东西吗? 没什么东西看啊 对啊 你招那么多人,你不进的啦 没有,我一个人而已 就你一个人啊,我以为一车人 我看这上面没有人 我飞无人机,飞了一圈,我什么也看不到 是啊 然后我试着用航拍机 已经拍了 二十几分钟吧 不同高度,不同角度 不同的那个什么位置 然后 找不到,我看不出陨石坑在哪里 但是地上有几个石头 我倒是捡起来 玩了一下 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陨石头 大家来 分辨一下 我看它吸引 那里 那里 看完 有没有懂的啊 是陨石吗? 还是我只是捡了一块 带很多铁的铁的 铁的 铁性的石头 矿矿石 嗯 但是又 但是又不够把它吸起来 来海南玩的人 这个地方我就不太建议大家来啊 因为第一个 你要花点时间开过来 我来的原因是因为 我从来没看过陨石坑 台湾好像也没有吧 对啊 加拿大也没有 温哥华起码 必须省没有吧 有的话我应该会知道 我刚刚问了一下 那个这边的村民 他们是说 你要爬到山上最高点 然后往下看 然后他说你也看不到 因为所有的树已经 长到覆盖住了 已经看不到了 这种热带雨林植物 就是这样这么发达 如果这是在什么 新疆沙漠 估计就 估计在新疆也会被沙子盖住吧 我刚刚又研究了一下 我完全低估了他的尺寸 他说这个是70万年前的陨石坑 那个quater 就那个陨石的范围 有3.8公里左右 所以我在那边航拍 根本就只是拍到局部 所以我现在离开了 比较远的地方 我重新再把污温机再拉出来 再看能不能看得出来 很尴尬 我如果靠近的话 又太近看不出来是陨石坑 我太远了又太雾化 把那个水汽跟云又太多了现在 我拉远一点看看 所以这个景区我个人建议是 就不建议大家来了 因为第一个是他根本没有开放 还在建设中 第二个是周边也没有任何东西 没什么东西可以玩的了 就是有一些茶叶装人的 你走近嘛 因为三点多公里宽的直径 你走近什么也看不出来 就是森林 你走远的话 你没无人机 你什么也拍不到 就有无人机的也是很勉强 可能也描就那一点点轮廓 有时间的可能 看我的影片就够了 就这样子 再回放雨时更内部的样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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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